我们列表中的第一个产品是设计师眼影霜Tom Ford Beauty 享誉时尚美名的Tom Ford在跨足彩妆界之后,依旧不减其强大的气场 这一款设计师眼影霜并非浪得虚名,其柔软的乳霜质地能展现出恰到好处的光泽感 无需仰赖专业技巧就完成了清爽不粘腻的漂亮,建层眼妆 就连彩妆师都赞叹不已而给予满分的至高评价 持妆度的表现也是高水准,柔软的乳霜质地与肌肤贴合度相当好 以人工皮革验证几乎没有掉色,对乌丹新眼妆一到夏天就晕染成一团的人 想必能靠它来挽回信心 第二个产品是单色眼影高Decote戴科 从外包装便能感受到品牌雍容华贵的高雅形象 高达28种颜色无论偏好光泽或雾面妆感应有尽有 且只要单一色彩就能擦出极具质感的建层眼妆 初学者也不容易失手 质地一从眼皮上延展开来瞬间变得干爽 感觉像是被皮肤吸收一般 完成后却十分滋润,一点都不会觉得紧绷 持妆度的表现也不遑多让 即使经过棉花棒摩擦之后几乎没有什么吊骰 可见其负责力之高,完全摆脱了眼影高容易脱妆的既定印象 再次推荐给偏好光泽妆感,拒绝变成熊猫眼的您 下一个产品是单色眼影高Kiss 本款最特别之处在于添加了两种不同的珠光 无需特殊技巧,就能擦出漂亮的间层感 轻而易举打造出带有闪耀光芒的立体眼妆 实测时使用红棕色来上妆 细小珠光所散发出的可爱光辉让双眼瞬间变得明亮动人 比起一次叠擦多种眼彩还要更具魅力 略带有透明感的乳霜质地 涂擦在眼皮上清爽而不粘腻 即使眼皮有皱着也不会产生结块 而经过汗水洗礼之后颜色虽然有些晕开 但整体还维持得相当好 持妆镀精的其考验 下一个产品是星耀光艳眼影霜XL 熟悉日系评价彩妆品牌的人 应该对XL不陌生 这款眼影霜之所以受欢迎 在于颜色涵盖了冷色调 云婉色调的热门色系 非常容易与肤色或发色搭配 质地延展性佳 且一抹即刻变得干爽 无需担心眨眼会沾到下眼皮 显色相当好且自然闪烁光芒 妆感可说是无可挑剔 而持妆度也保有一定水平 稍微流汗或轻度摩擦都不用担心会严重脱妆 实属最划算的极战力彩妆 我们列表中的下一个产品是珠光眼影高Raymo 英国评价彩妆在近年来也进驻了台湾的药妆店 让喜欢尝试多元彩妆的族群无需替合包感到担忧 其虽然没有添加金属亮粉 但从完成的妆感可以发现带有温和的光泽感 偏橘的米色调属于各种年龄层都能驾驭的颜色 因此在妆感项目也获得彩妆师的满分肯定 而持妆度则表现重规重矩 脱妆情形并不严重 只要不遇到大量流汗的场合都能维持得不错 下一个产品是丝滑奶油盐影高BORCA 添加了能修复肌肤与具有抗氧化效果的富乐锡 以及波尿酸、胶原蛋白等保湿成分 造就出滋润有弹性的果冻质地 延展的过程中能感受到质地与肌肤紧密贴合 进而完成清爽、水样动人的润泽妆感 而持妆度的表现也颇受肯定 虽然摩擦后颜色有一些晕开 但显色还算清楚 而单以肥皂就能泄洗干净这一点 也为其加分不少 可惜购买管道有限 想要入手的多花点心思 下一个产品是绝战时上横 灿岩采宁霜Giorgio Armani亚曼妮 以手指清触质地能感受到绝妙的弹性 由于配方中添加了丰富的油脂成分 延展时相当平滑而能与肌肤紧密贴合 在实测妆感项目中完成了漂亮的建层妆感 从照片上可以看出细微的金属光感与肌肤自然融合 优雅而不失华丽因而获得满分的好评 虽然人工皮革上有明显的晕开痕迹 但还是有一些颜色残留 若非用力揉眼或用于夏天等容易流汗的日子 基本上无需过度担忧 你认为这份名单有意义吗? 给我们留言吧 您可以在视频说明中找到产品链接 记得点赞和订阅频道以了解最新评论